帶去做一個嬰幼兒營養食品的推廣 我相信很多事務人員 真的會想都沒想過 香港會出現搶奶粉的風波 而這個風波不只是維持一段短時間 我們看過去這麼多年 原來是過去六、七年來 出現過大大小小不同的風波 由國內可能有一些奶粉吃到懷疑吃到嬰兒 會出現大頭嬰兒的情況 後來有三聚清安奶粉的事件又出現 然後到今年 我們看到在日本那方面 可能有一些地震、天災的發生 於是令到不知為何那個連鎖的反應 就可以這麼大 就是好像整個華南沿岸地區 都一起去搶購奶粉 對你們作為嬰幼兒的推廣 即是做了食品的推廣 在整個的事務 到銷售 整個供應鏈 有沒有一個大的影響 首先我想第一點要糾正一點 其實我們不是做食品的推廣 那麼簡單 其實我們的任務是 怎樣可以幫助父母 因為除了母乳之外 其實奶粉就是很多小朋友 唯一應該要吃的食糧 那麼 我們的責任和使命感很重 其實不是真的好像 我曾經在其他公司有些經驗 有些同事問我 其實 我們的責任是什麼呢 有沒有對社會有什麼貢獻 我多賣一塊蕃茄 多賣一塊牙膏 但是在這裡 我們跟父母的關係 跟父母的支援 其實是有很多的基礎在後面 所以不是一個產品推廣那麼簡單 其實是有一個使命在後面 所以在如何將產品改進 我們如何做得更加接近無語 更加做得更加好 其實後面不只是一個商業那麼簡單 真的有一個使命在後面 再回到剛才的問題 我想 第一 我們會看整件事就是 大家對於這個食品 或者對於這個事情很關心 對於這個小朋友的健康很關心 所以很希望找到一個 他們可以順靠的 應有兒的配方奶粉 如果他們不可以餵母乳的話 去使用這個產品 作為一個製造商 我們要做到的就是 哪一個父母有這個需求 我們就要去幫他 去找到 去 fulfill 到 去滿足到他這個需求 那麼 說得很對 Echo 過了幾年 有很多個 有大肚子 到三聚青胺 到日本的危機發生 等等 大家有不同程度的需求 會增大了 我想就是一間機構 我們在每一次裡面 都要學習 以及去準備 如果真的不幸地 第二次發生的時候 我們應該如何去準備 改善自己呢 如果我們看回三聚青胺 到現在 其中一個我們可以看到的 就是 我們不可以只是 單是在自己本土 香港做好事 我們要跟 供應的廠商 要有一個更加緊密的聯繫 更加緊密的溝通 讓他們知道 其實有很多情況之下 那個需求 是會突然之間增大 怎樣令到廠方明白 他們可以去支援我們整件事的發生 怎樣將那個流程縮短 更加有效率 這個就是我們在 由三聚青胺到現在 繼續的一點 我們整間公司 很留心去做到的事情 所以我們都可以很自豪地說 過去 無論有這麼多事情發生 這幾個月裡面 我們在供應裡面 都可以做到很充足 如果媽媽 需要找 有什麼問題 在我買不到奶粉的時候 她打上來 我們隨時可以給她 兩個銷售點 因為我們不單止 在管理本地的需求 我們真的從源頭開始 已經跟我們的廠商很緊密 有需要的 盡快把東西帶來 這是從上一次的經驗 帶到今次的做法 在這裡 我很感謝我的團隊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不可以解決了一個問題就算 大家都明白 我們的使命 我們一定是要給一個很高質素的產品 給我們消費者 如果他有需要的話 那怎麼可以做到呢 是不是就說 用了過去的方法 將來就可以解決呢 如果不是 我們怎麼去迎接 準備未來 很多溝通 很多會議 很多跟不同地區 尤其是我們的廠商 在歐洲 在外國 如何跟他們溝通 讓他們明白到我們的需要 然後可以加快香港的要求 而達至 我想這些都是 很感謝我的團隊 一起向著這個目標走 我想問深一點 搶奶粉事件 究竟你們的定位 說膚淺的定位 正 不用賣 不用做廣告 不用做廣告 賣光 這些就很膚淺了 當然就不去到你的社會使命 CSR 剛才提到的 會不會經常是一個危機 或者很危難 剛才你提到 譬如說每個媽媽打上來 你說有兩個點賣到 說就容易 做就很難 你真的去到那兩個點 她買不到 就大件事 這個危機 不知道你是否一個危機 遠景 剛才你提到 好,接著跟其他人有良好關係 那些我按下不表 那幾天是怎麼度過的呢 三醉青安那一次是很難度過的 因為那個是突然之間爆出來 根本 讀都不會讀那個化學名稱 沒有人知道要研究這個化學名稱 在我們的產品裡面 或者有很多人問這些問題 我們都要去學習那件事 那時候我們看到 你不會知道的地點 你不會知道 恐慌程度是怎樣的 是 唯一你可以準備的就是 下次如果有同樣的事情發生 我怎樣跟客戶有更加緊密的溝通 怎樣我們的同事是到位 例如我們只靠我們的銷售團隊 我們只能得到一定的資訊 因為他們只有這麼多人 這麼多隻腳 所以在過去幾年 我們加了另一隊團隊 專門幫我們檢查 每間店鋪的存貨量 那變成了 我的同事去了A店的時候 其實有人在B店已經檢查這件事 他們又將資訊回饋給我們的同事 他們就知道 這裡可能不夠貨源了 我要去補充 雖然我還未走到B店 這些都是一些配套我們做到的 而我們一收到這些資訊的時候 我們立刻就要發現 咦 有些不尋常 有些地方可能有需要 我們就要立刻去跟歐洲 愛爾蘭的供應商去溝通 我們可能發現了一些地方 要幫幫忙 那有沒有一些快的方法呢 有沒有一些方法可以做到呢 那自己的倉存也要預備多一點 去幫如果有些空運 或者船運 有些時間差的地方可以怎樣做到 所以每一個環節 大家都要加重力度去做 我想就是 每一個人都要明白 這個任務 不是單止 像剛才教授所說的 最膚淺的 不用做了 總之交完數 因為我們不只是看著數目 我們只是去支援父母 他們買不到 他們小朋友不知道在吃什麼的時候 那個憂心 那個擔心的情況 是很嚴重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做到 上次三個青鞍做得不夠好的時候 我們不能夠很快地回應的時候 我下次會怎樣呢 所以今年的危機裡面 我們都能夠給消費者承諾 就是他們可以找到他們的產品 我們的產品在一些銷售點裡面 是